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許柏妍建築師 同康營造有限公司總監林京城李總監 大華建勝股份的現公司黃志珍總經理 最後我們歡迎大安區錦泰林理長范苑錦泰林理長歡迎議員 問題在檢查局的 預算送在5.5公斤 廢率在後來所有的來賓及媒體朋友就做 我們才很積極地希望議價調整那個廢率 請各位媒體朋友先行進入媒體區 謝謝 主點者歡迎 他一定要三名 會來教那個站姿 請上前 恭喜裴年哲 國立清華大學高維元校長 還有新增整月套太快 台北市市長 蔣文安 蔣市長 我就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點 為什麼你們不敢開臨時會 如果是你坦蕩蕩 或是說你很誠心檢討就開臨時會嘛對不對 把來龍去脈講清楚 第二點 最關鍵的題目 為什麼柯文哲編的預算是4.6億 到你講話實在才隔一年變成5.5億 多了9千萬 這兩個問題要先回答 好 這故事是這樣 我當台北市長8年 總共只有兩次去議會複議 一個是重陽敬老敬 好我想這大家要理解 第二個就是 台式光的傳輸的費用 加一個彈書我提複議 就只有兩件 你想想看 複議在議會是多等重大事情 沒有特別理由 行政單位不會去提複議 台北市有一萬多支的這種 穗影機 當時就有議員在施壓 前任警察局長他也覺得壓力很大 後來我跟他講好不然這樣 我來扛 所以當時我跟當時的陳志明秘書長 我們兩個自己跳下來到警察局開專案會議 把4C顧問公司全部都找來 後來證明就是說 其實絕大多數的狀態下 2MB傳輸速度就可以解決 因為科學在進步 軟體在進步 所以不必需要用3MB的傳輸速度 那麼這廠商為了多賺一點錢 就去施壓議會說能不能用3MB不用2MB 後來我也說做事合理就好 所以我當時說那這樣好了 我們用最寬鬆的標準 然後警察局就每一次攝影機去測 如果真的他在傳輸上有time deck 或是說影像不清楚的 這些攝影機用3MB 其他如果2MB就可以解決 那就繼續用2MB 所以在我任內 我當時的攝影機 使用3MB只有23% 77%的用2MB 今天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貪心 他就想要再賺更多 所以希望100%的用3MB 就只有這樣 想問說匯率是我定的 我跟你講我只問一個題目 匯率是我定的 為什麼我的預算是4.6億 到你的預算是5.5億 這才是關鍵嘛 因為你就是要把2MB 從那個23%的這個3MB 改成100%全部用3MB 就是這樣 不是就這麼簡單 政治上是這樣啦 如果合理啊 講得過去 大家都也願意給議員面子 大家願意幫忙 今天這個案子為什麼會爆出來 就是一定是太過分了嘛 然後搞到有人去密告 我跟你講不然檢調拿來的什麼影片啊 什麼那個 一定是有人看不過去 搜集資料去密告 故事就這麼簡單 沒有人敢保證每一個機關 不會有貪戶啊 沒有腐敗 我想是這樣啦 所以一流的外科醫生 手術死亡率也不是0 但是比較低 今天這個事情就是 拿出來檢討就好了嘛 不要再東扯西扯 有本事 開零時會 讓每個議員上來問就好了 看不慣了議員很多 這個案子喔 台北市議會有兩個議員最清楚 一個林世忠 一個是黃世堅 你們去問黃世堅 他很少贊成我的意見 只有這件事情他是贊成我的 我當台北市長 我最後一份公文寫什麼你知道 財團勾結議會 詐許國家錢財 我的幕僚說 欸市長你一定要寫得這麼難聽嗎 我說一定要留下來 不然他明年不知道搞什麼鬼 我要講的是什麼你知道 我都寫這麼明白的 你們還敢去動這個 真的是不要命啊 活該 好